奶奶过瘦那天 有个人提着筒上门借七厘米 大伯大骂晦气赶走那人 奶奶却数了七厘米追出去 再也没回来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大伯哭号说是借米人 借走了奶奶的命 家里人找了三天 第一天 大伯母摔断了腿 三叔跌破了头 第二天 我妈烧饭时 烫伤了手 村里的六婆说 奶奶不在阳市 却无法入土为安 我们这些后辈 便要被折腾 大伯怕急了 求六婆帮忙寻尸 六婆住在村尾 是九岁的我最怕的人 因为大家都说 她是活死人 能和鬼神对话 她最厉害的是 活能寻人 死能寻尸 六婆拿着奶奶常用的头巾 一阵面念叨道后 高喝一声 起 随后头巾飘飘扬扬 落在家里的米缸上 我就知道 是那个借米的人 害死了鸟 大伯情绪激动 扑在米缸上 六婆神色不变 但我总觉着 他看向大伯的眼神 有些奇怪 借米等于借命 你说你娘捧着七厘米追出去了 大伯红着眼睛点头 豆娃子也在 他也看到了 六婆看向躲在门边的我 豆娃 那人长什么样子 在场的人都看向我 我咽了口唾沫 有些磕疤 我 我在门口玩玻璃珠 没看的人长啥样 就 就是他身上一直滴水 还有一股臭鱼味 我皱起了眉 那股味道 似乎又营落在我鼻端 六婆低着头 掐掐算算 嘀咕了句 水 臭鱼味 随后便朝着村口的池塘跑去 大家反应过来 六婆怕是算到奶奶的位置了 六婆停在村口的水塘旁 去找捞尸人吧 就在这水里 水塘不深 但连着村外的大河 村里人都不让孩子来这块玩耍 塘边掌板青苔 找了两个镇上的捞尸人 都不敢下水 都说陈塘村的水塘邪虎 他们道行不够 让我们家去镇上租机器抽水 去吧 你娘正在眼站在水塘里呢 一天不从这水里出来 你们家就一天没有安宁 晚上 大伯把大家聚在一起 情况大家也都知道 掌人毒水塘入水口 再加上租机器抽水捞湿 得两千多块钱 这钱得咱们三家凑 大伯母穴的腿 死老太婆 死了还不安宁 我没钱 我光棍一条 平时都是娘接济我 我哪有钱 三叔头上缠着纱布 魂不在意的模样 让大伯突然恼怒起来 那是咱们七娘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小姑红着眼说道 什么良心 反正我们都说过灾了 就剩你和大哥没事 你们怕就你俩出钱 三叔斜着眼看向大伯和小姑 争吵一番 不欢而散 晚上睡不安稳的我 总感觉屋里有一股臭鱼味 滴答滴答 好像有水滴到我脸上了 我缩着脑袋不敢睁眼 豆娃 豆娃 醒醒 你大伯出事了 咱们也过去 我是被妈妈叫醒的 天还没亮 比端那股臭鱼味越发浓厚 妈 我闻到那天 见你人身上的臭鱼味了 做噩梦了吧 快点起来 你大伯不行了 右脖让我们都过去 我妈没在意我的话 快速给我找出鞋子 大伯死了 头朝下栽在奶奶家的米缸里 可我记得米缸里 凝没多少米了 透过大人的缝隙 我偷看了一眼 米缸里都是血 鲜红的米粒子 烘满了大伯的脑袋 大伯母已经晕过去了 小姑正扶着强呕吐 三叔蹲在门口抽烟 米就是命 你娘怕是想回来 战尸成煞 定尸进门 快点将尸体捞出来吧 定尸七天 全家死绝 六婆说 奶奶煞气会一天重过一天 之前只是让家里人受伤 现在已经能杀死大伯了 三叔脸色煞白 我天亮就去镇上租机器 大伯母和小姑也缓了过来 我们一起凑钱 多租机器 在正午前抽干水 不然今晚还会死人 我先准备点东西 六婆说完就回去了 就这样 奶奶失踪的第五天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慢慢出现了 水慢慢被抽到旁边大河 奶奶却站在水塘阵中一动不动 身上还穿着为了过受特意买的新衣服 捞世人上前 点香饮食 却在这烈烈夏日下 换了几个打火机 也点不着饮食箱 六婆站在水塘边 神色愈发正重 逗娃子 你真的看到贱米人了吗 我愣了下 重重点头 看到了 提着一个筒 六婆叹了口气 筒里有什么 有田螺 我脱口而出后 又愣住了 我怎么知道有田螺 六婆却没在追问 因为捞尸人 请了自己的师父出山 终于将奶奶的尸体运上了案 我好奇朝尸体的脚边看了又看 根本没看到钉子 为啥六婆说 奶奶被钉在堂底了呢 一只老鼠 两只兔子 三只公鸡 四只黑狗绑在棺材旁 村里有些胆大的人 围在院子门口观望 我被妈妈护着身后 站在院子角落里 六婆将小姑 准备好的老鼠兔子之类 一一划了脖子放血 混合的血 又被六婆涂抹在奶奶棺材外 六婆嘴里念念有词 我只听到零星几句 一鼠网 二兔王 三鸡鸣 四狗叫 最后 六婆又用抹了血的长钉 将那些动物尸体 钉在奶奶的棺材上 一下又一下 六婆定得费力极了 我觉得那当当声像在我耳边 让我有些不舒服 晃了晃脑袋 我妈便伸手摸了摸我脑袋 逗娃 怎么了 趴在妈妈怀里 我摇了摇头 六婆也开始让大伯家的堂哥 捧着米往大伯棺材里撒 村里人都说 这一钢米就是大伯的命 大伯是被奶奶的鬼魂诫命了 成了 今晚下地 将老大埋在你娘旁边 六婆满头的汗 似乎费了极大的力气 六婆 我家那口子死得这么惨 为什么还要晚上下地 那因影响我儿以后的运势怎么办 大伯母有些不满 因为我们这边出殡下地 都是清晨计较后进行 六婆冷笑 运势 能活着再说吧 小姑白着脸不说话 三叔脸色阴沉 看向围观的村民 六婆 我娘这是 能看出是谁在搞鬼吗 你娘族地有一堆田螺壳 这提着捅贱米的 她不是人啊 六婆叹气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摇了摇头 那个贱米人 小姑说着 转头看我 只有大哥和豆娃 见过贱米人 我妈将我拦在身侧 豆娃没看清那人的脸 即便大伯母不满 还是按照六婆的安排 进行了埋棺准备 奶奶横死闹煞 大伯又残死米刚 三叔花了些钱 才找到人抬棺 可到了六婆算好的时辰 十二个壮汉 也抬不起奶奶的棺材 六婆上前查看 灯光扫过 只见棺材慢慢往外渗着水 院子里弥漫着浓厚的臭鱼味 六婆脸色大变 慌忙往村口水塘跑去 即便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所有人都看出来出大事了 也跟着往水塘跑 夏天的夜晚 蝉米和月光 让被树荫包围的水塘 少了几分恐怖 可等看到水塘中间时 众人又慌慌后退 白日抽过的水塘 水面直到成年人小腿处 清冷的月光下 本该在棺材里的奶奶 竟睁着眼站在水塘中 一动不动 六婆显然也被吓到了 连连退了几步 才稳住身形 成煞了 成煞了 三叔似乎气急了 拎着一把砍刀 蹚着水朝奶奶走去 他娘的 老子豁出去了 砍了你 看你怎么杀老子 六婆出声阻止 可三叔只转头看了一眼 心红的眼神吓了我们一跳 可三叔靠近奶奶时 速度诡异地慢了下来 砍刀也扔了 随后 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 竟将脑袋伸入奶奶脚边的水里 你们救救我哥呀 六婆 救人啊 小姑朝着身旁的人求救 又摇着六婆的胳膊 三哥 你抬头啊 抬头啊 可没人赶过去 大家眼睁睁看着三叔头朝下 淹死在不到小腿高的水塘里 整个过程 三叔没有挣扎 水塘边除了小姑的乌业声 没人说话 六婆面色凝重 白刃在处理 还有两天时间 你们都小心些吧 大伯母望着水塘脸色煞白 堂哥叫了几声 他才回过审来 我怎么看你三叔好像站起来了 小姑哆哆嗦嗦靠在树边 是的 三哥起来了 抬关的那些人早已走光了 水旁边就是我们家人和六婆 堂哥拿着手电筒朝水面罩去 奶奶旁边 三叔的尸体正头朝下立在那里 小姑声音都抖了起来 接下来轮到我了吗 你们家老二到底是死是活 月光下 六婆的脸有些害人 我上次问老大 他说老二和媳妇吵架 离家出走七年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紧的右紧 我小时候问妈妈 我爸还活着吗 妈妈没说话 小姑先哭了 二哥肯定是死了 早在七年前就死了 大伯母站在一旁 低喝一声 别瞎说 你胡说 痘娃他爸没死 没死 上个月他喊多血信了 我妈突然发狂 将小姑推扫到地上 我不记得爸爸的样子 但村里有人说 我爸跟邻村的寡妇私奔了 也有人说我爸坐牢了 我不敢问妈妈 关于爸爸的事情 因为每次提到我爸 他都会发狂砸东西 堂哥跺了跺脚 都什么时候了 这是要命的事情了 大家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小姑被大伯母死死攥住手臂 低着头不吭声 六婆叹了口气 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铃铛 分给大伯母 堂哥 小姑 我和妈妈 他低声嘱咐 你们先回去吧 这个铃铛务必随身携带 至少能保你们今晚无事 这借敏人 若真是老二 那他一定是亡死 而且七年无人即败 这怨气我不一定能解 六婆看向我妈的目光 带着怜悯 你们不说真话 等到头七那晚 没人能就得了你们 大伯母有些慌张 但还是坚持 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二那回和老二媳妇 大吵了一架 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 谁知道她是生是死 倒是老二媳妇 总说老二媳妇回来了 六婆转头问我妈 你们因为什么争吵 我妈半场才开口 声音沙哑 那天下雨 她拎着筒要去摸田螺 我不让她去 为什么不让她去 六婆声音轻流起来 因为那天早上 我煮饭没煮熟 柴火旺得很 但米粒子一粒一粒 粒在锅里 一动不动 就像娘和三弟这样 哈哈哈哈 你们看 这么大的锅子 才两厘米 这哪够吃的 说着 我妈又推着小姑 往水塘里去 你也进去 又抱起腿脚不便的大伯母 还有你 胖胖的米粒子好吃 我妈疯了 发现弄不动大伯母他们后 转头将我扔进了水塘 好在堂哥反应坏 伸手将我拽了出来 豆啊她爸 我想吃韭菜炒田螺肉 多放点辣椒 有味 你别去啊 别去 你不成饭 出门无路 她爸 我不吃田螺了 不吃了 妈妈被绑在院子里 嘴里来来回回说着胡话 堂哥跪在棺材那边烧纸 大伯母和小姑 摸着六婆给的铃铛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抱着腿 蹲在我妈旁边 身上湿湿的 带着臭鱼味 直到传来鸡鸣声 大家的神情才轻松了些 按照六婆的交代 吃了早饭后 大家还得去水塘安排捞湿 大伯母让小姑早点去煮粥 可小姑在厨房里一直不出来 你连个粥都煮不好吗 快些 不然赶不上正午捞湿了 大伯母绝着腿朝厨房走 小姑却白着脸站在灶台前 大嫂 你看锅里这米 我也垫脚往锅里看了一眼 瞬间便明白 昨晚我妈说的话了 米粒子立在锅里 一动不动 像几个水塘里立着的尸体 快去喊六婆来 快去 大伯母推了推我 不是二嫂昨晚说 米煮不熟 不能出门的吗 小姑伸手拦住了我 大伯母瞪了小姑一眼 转头和善地看向我 不娃呀 你妈妈说的那些都是疯话 你去喊六婆来 回头你堂个屋里的小人书 二嫂你尝尝这粥熟没熟 跪着烧纸的堂哥也忘了过来 我妈在几人的注视下 将那碗粥砸向了 不远处大伯的棺材 生米是死人吃的 我才不知 堂哥豁然起身 因为棺材被砸到的地方 竟慢慢裂开了一个口子 这下小姑也趴了起来 逗娃子快去喊六婆 妈妈还在胡言乱语 说什么米不成饭 不能出门之类的 我捏着铃铛站到了我妈旁边 我不去 我妈不乱我去 虽然小人书的诱惑很大 但我相信我妈 而且大伯和三叔的死 对我冲击很大 我不敢独自出门 即使是白天 大伯棺材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大伯母站在院子门口 喊堂哥离棺材远些 太阳还没出来 天边零散挂着几颗暗淡的星星 村里也没人活动 寂静中 显得棺材啪啪裂开的声音特别大 堂哥正愣着站在棺材前 大伯母的喊声 他好似完全没听到 好啊 你活着我没过上好日子 死还想折腾我 滚啊 大伯母怕极反怒 将手中的铃铛扔向棺材 不知在砸什么 你有什么冲我来 别动我 大伯母又叫又骂朝棺材方向走去 铃铛砸在棺材上 冒出了一丝丝黑烟 直到大伯母将堂哥连拖带拽拉到远离棺材的地方 他才猛地瘫倒在地上 嚎啕大哭 堂哥面色发白 好似看到什么可怖的东西 很久才长嘘一口气 缓过神来 就这样 小姑蹲在厨房门口 我和妈妈靠在柱子上 大家都没在说话 我知道 大家都在等天亮 等六婆来 可先敲门的 不是六婆 而是一位灰尘扑扑的老头 小姑先开口问他 有什么事 可那人静静直走向大伯的棺材 请叹了一口气 我还是来迟了 接着 那人就将我家政六天的事情 说了大概 你们错了 水中睁眼术湿 需要先去怨气 但尸体闭眼 才能捞尸入关下葬 这是其一 其二 你们五人所拿的灵档 换作怨灵 五点成镇 镇成煞出 好在你们只拿了一碗 若是再和这棺材待一碗 里面这位便划煞出 谁都就不了你们 大伯母的灵档 掉在棺材旁边 他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捡 现在反而松口气 我就说六婆不行 咱们家死得死疯的疯 他三叔还当那六婆的面霉的 他都就不了 接着 大伯母又一学一拐上前 高人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小姑皱了皱眉头 大嫂 这人有可能是听说咱家的事情来骗人的 还是六婆可信邪 我是陈启山请来的 老头说的是大伯的名字 可大伯已经死了 大伯母愣了一下 接着一拍手 我想起来了 那个死人确实说过 要再请高人过来 他怕死得紧 堂哥也回过神来 那六婆是要害我们吗 我刚看到我爸在棺材里坐起来了 所以棺材才被顶得裂开 老头伸手 示意我们把灵档给他 放心 灵档拿走就没事了 你爸还没成火候 你们几人的命我还是能保下来的 只是你奶奶有点难办 这术师已出水 怨气难消 只能镇压 你们准备一下王者的难舍之物 作为镇压媒介 老头转头对着堂哥说道 老头说 一切都出在奶奶身上 借米的 是人是鬼都不重要 七厘米 是人便借七年阳寿 是鬼便借七天还阳日 都不会祸及后代 除非被借的人阳寿不够 即便是七年 也不用三人寿命来凑 所以跟结在于 术师怨气未消 才会祸及后代 老头的话 让小姑犹豫了一会 便将铃铛给了老头 我蹲在妈妈旁边 正在考虑要不要给 妈妈已经将我的铃铛一把夺过 而后用力踩下 坏东西 坏 坏 大伯母慌了 高人 这 老头摆了白手 无碍 毁了便无事了 白日里不会有事 那尸体 今天也捞不起来 你们暂且看他六婆要做什么 只管配合 只是他给的东西不要拿 老头说 事情比他想的复杂 需要先准备一番 但今晚会来守着我们 大伯母见老头要走 那米没煮熟 我们能出门吗 老头愣了一会 又跟着大伯母进了厨房 我来处理 老头从背着的包里 取出一个木条 朝着锅上方抽去 一边抽打 一边念念有词 很快 它是一小锅生活 不多久 锅里的米开始粘稠起来 老头说 米煮不熟 是因为有鬼魂蹲在锅上 熟饭人吃 生米鬼吃 赶走就好了 若是没赶走 又出门了 便会被那鬼当做踢身 极容易出意外 这让大伯母更加信服 这老头是高人 经过这一遭 大家在水塘边 见到六婆时 都有些不自然 老师人正在上香 六婆站在一旁 面色阴沉 白日里 水中的两具尸体 更加显眼可怖 奶奶瞪大的眼睛 似乎正看着水塘边的人群 而头朝下的三叔 在阳光下 大家才看清 她的脑袋 直立在一个破旧的水桶里的 小姑多多缩缩问大伯母 二嫂之前是不是说 二哥出门 是拎着桶去摸田螺的 大伯母也吓到了 转向被绑着手的妈妈 你二嫂疯了 她说话也就你信 我妈像是看到了 什么好笑的东西 一直咯咯咯笑不停 指着三叔 好大的田螺 豆娃他爸 你可真能干 这么大的田螺 咱们能吃一个月了 六婆只是瞧了几眼 没有说话 因为老师人已经下水了 村里有些胆大的人也围着看 见一世香又点不着 人群里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我就说 他家遭报应了 就是你看他们一家 本来是村里最贫困的人家 但这七年的日子多好啊 大儿子一家都不干活 还天天吃肉 小儿子更是游手好闲 去好烟好酒不断 肯定是做了恶事 占了别人的财 现在死得死疯的疯 活该 八十大寿 还穿红带绿大操大半 呸 死都合不上眼 催了一口的是我奶奶的死对头 村口里老太 旁边的人劝他别说了 他现在成恶鬼 万一来找人就糟了 围观的人越说越难听 但我们却没心思计较 因为捞尸人像是看到 什么害人的东西一样 慌忙往水塘边撤 六婆 这活我们接不了 钱都在这里 抱歉 六婆脸色难看 你们接了这活就得捞上来 这是规矩 不是我们破坏规矩 这数着的尸体我们也捞过 但浑身长满田螺的尸体 我们不敢动 咱们虽然是做死人生意 但也有三不捧 红衣不服 尸带一箱 尸生活物 这母子尸体上田螺还在动啊 我们痛不得 抱歉了 捞尸人和他师父一起朝着水塘磕头 后又点香 直到湘然尽才起身离去 六婆说 只剩明天正午一次机会了 若是找不到愿意来的捞尸人 只能家里人去捞 我见小姑和大伯母互相看了一眼 似乎在赞同那老头 果然料事如神 只有我眯着眼 看向水塘中间 那股熟悉的臭鱼味 已经慢慢朝着水塘边弥漫了 但大家似乎都没有闻到 除了微微重眉的六婆 怎么会有这么多田螺 豆娃呀 你说剑米人的桶里是田螺 你是看到吗 六婆低头看向我 目光柔和 让我不自觉卸下心房 没有 但我就是知道 桶里提的是田螺 那你奶奶数了七粒米追出去的吗 六婆好似想起什么一般 继续问道 我仔细回想 可只记得奶奶捧着米追出去的背影 都是劫难啊 你们家在劫难逃 豆娃 你今晚守好你妈 谁喊你也不要应声 铃铛一定不要离声 我想和六婆说 我的铃铛已经毁了 可大伯母连连应声 然后将我拉过去 大伯的棺材还停在院子里 奶奶的棺材里 只剩一些湿淋淋的淤泥 小姑提议 我们都在堂屋里打地铺 住在一起也安全 大伯母则翘手等着高人来保护她 直到我守着妈妈迷迷呼呼睡去 老头也没出现 睡梦中 我感觉脸上好像有什么滴落 伸手一擦 浓郁的臭鱼味袭来 我一下清醒过来 妈妈绑在一起的两手中间 握着一个铃铛 正好压在我胸前 小姑靠着椅子已经睡着了 大伯母在她对面趴着 堂哥躺在席子上正打着憨 一切好像都正常 可我鼻端那股臭鱼味还在 指尖的潮湿感提醒我 刚刚的感觉不是做梦 我又看了一圈 察觉味道是从侧身睡着的大伯母那传来的 还没等我起身 小姑突然醒来过来 接着就是刺耳的尖叫声 小姑抖着手指向大伯母 带大嫂 鬼呀 我妈也被吵醒 嘻嘻哈哈朝着大伯母笑着 朝田落上桌了 哈哈哈哈 逗啊去吃 我站了起来 这才看清 侧身趴着的大伯母 满脸都被田落覆盖住了 堂哥又哭又笑 朝着院子里大吼 有本事出来啊 冲我来 小姑从椅子上跌落 连滚带爬 朝门外去 那老头就是这个时候从院外进来的 他换了身衣服 看起来有点室外高人的味道了 你不说今晚守着我们的吗 啊 我妈死了 死了 堂哥情绪激动 抓着老头的衣巾不放 我去水塘证师了 你奶奶和三叔都没有出水塘 但我从那边过来 发现一路上都是田螺和淤泥 老头进屋 查看了大伯母的惨状 又转头看我 铃铛引路 谁的铃铛还在 我下意识挡在了妈妈前面 我的被踩坏了 老头皱着没看了我一眼 随后又对堂哥说道 水塘里还有一具尸体 已经修成院尸 也是你们家的人 堂哥脸色变化了一番 才将小姑拉过来 小姑 现在死的死 疯的疯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不然大家真的都活不了 小姑根本不敢进屋 只站在门口 磕磕巴巴说起七年前的事情 他说 食堂里的那具尸体 应该是我爸的 大家都以为 二哥是和二嫂吵架 离家出走了 或者在外面闯祸 被抓去坐牢了 他从小就爱闯祸 但七年前我看到了 我晚上起夜时 看到大哥和三哥在院子里剁肉 他们将碎肉扔在桶里 提去喂鱼 他们走后 我在地上捡到一根手指 小姑说 那天 他听到大伯和三叔聊起我爸 说我爸就是太执拗 不懂变通 大哥说 端也不用杀老二 让娘伤心 小姑低着头 轻声说完 我爸是被大伯和三叔杀的 为什么 那奶奶呢 奶奶知道吗 我站起来问小姑 小姑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 我就听道理一点 大嫂他们肯定知道情况 老头却探了口气 要是七年前的话 那我大概知道 七年前 陈其山找到我 说自己家兄弟意外死了 怕家里老人伤心 便求我被遮掩行踪的法子 好让家里老人 以为兄弟只是出远门了 怪不得这些年 隔三差五妈妈 就找六婆寻人 总是算不到爸爸的踪迹 原来是用来遮盖杀人痕迹 怪不得怪相引我来着 是我的因果呀 老头捶着胸 似乎有些后悔 老头说 之前杀死大伯和三叔的 不确定是奶奶还是我爸 但今晚进来的 绝不是那两句术师 白日我再去查看一下 水塘术师下方 如果陈其山按照我之前给的方法 镇压自己兄弟 大概是没处理干净尸体 前些日子暴雨冲刷 加上恰逢七年 怨气壮开了镇压 才能上岸作乱 我愣愣听得老头和堂哥说 明天要准备的东西 心里却想 借你的是我爸吗 那他还阳气天咋不来看我呢 我胡思乱想 做到天亮 妈妈却没再傻笑 安稳睡了一觉 今天是奶奶去世第七天 也是六婆说的最后一天 若是不能下葬 我们都没有活路 一早 老头带着堂哥准备的东西 到了水塘边 与六婆碰了个阵阵 你们要是不信我这个老太婆 可以直接说 没必要再找个混子 老头去面带笑意 老姐姐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这树狮被你硬生生拖到第七日 陈家人都快死绝了 你是何打算 六婆冷哼一声 没有回答 老头也没等答案 问完就直接下水 朝着树狮走去 他直接走到奶奶旁边才停下 只见他伸出右手 慢慢将三叔头下的桶 转了个圈 又轻轻一拨 水面浑浊中 直接探手一加 竟将那桶从水下提了出来 老头没管树狮 只带着那只桶回了水塘边 看看 这是你爸的东西吗 老头将桶扔在我脚边 可我压根不知道啊 是的 这是二哥的桶 这边豁了口 他老提这桶去摸田螺 小姑探头看了一圈后 轻声说道 尸骨无存 又执念极重 竟能借着田螺具体 也是其事啊 老头说完 又看向六婆 你怕事早就算到 陈家老二在这水塘里吧 六婆冷笑一声 你装什么好人 这碎诗喂鱼的法子 不是你教陈老大的吗 但你漏说了 执念之物也要处理 才酿成这次大火 堂哥上钱 不管钱一如何 还辛苦两位联手 帮忙将家里人的后世处理一下 老头转头看我妈一眼 这是 可不是这院士能做到的 还有人想要宁死 小姑白了脸 二哥要报仇 应该不会找我吧 我不知道啊 因果有序 仇恨已了 莫要再害人了 老头将六婆 给小姑他们的灵道拿出 你用怨灵巨煞 也用这灵道给院士引路 怕是为了陈家的财务吧 我愣住了 我们家有什么财务吗 我记事以来 过得很辛苦啊 偶尔去奶奶家 才能吃上一顿荤菜 财务 呵呵 我若是求财 自有别的法子 今天你别想将这书师下葬 我要他们陈家人都死 六婆不再和善 癫狂的样子让我有些害怕 我们家连续死人 今日捞尸 已经没有人敢来围观了 过躁的缠鸣声中 只剩下我们几人急促的呼吸声 小姑怒急 六婆 你与我们陈家并无仇怨 你搬来村里这几年 我娘还经常留你用饭 你怎能恩将仇报 嗯 哈哈 你不如去地下问问你的好哥哥们 七年前堕碎的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六婆说 自己儿子七年前外出 一直未归 财务尽失 你这老头 也不是什么好人 基于陈家财务的是你吧 他们现在死的死 疯的疯 你再多哄骗血 便可复过余生了吧 六婆指着老头手上拿的黑狗血 你也不过是想暂时镇压 取得财务便逃之夭夭 这术师明显是执念未消 陈家老二便是术师的执念 老头也不说话 只将水桶往水塘随手一扔 那水桶便似有生命一般 静止朝奶奶尸体飘去 你们也看到了 这老太婆不想让你们活 现在只有我能救你们 老头将手中的黑狗血 倒在奶奶常用的头巾上 随后看向堂哥 我可以让你的家人入土为安 但你爸藏起来的东西 都要给我 堂哥深吸两口气 我不知道他藏在哪里 你可以随意翻找 找到就是你的 老头笑了下 再次下水 将头巾系在奶奶的眼上 接着又对着奶奶和三叔的尸体 念念有词 随后轻轻一拉 那两具尸体竟慢慢躺平在水面上 老头转头往水塘边走 尸体和那只水桶也都跟着往回来 六婆见状冷笑了一声 转头就走了 小姑想拦着 你害死我们家这么多人 不能这么算了 我 我可没做什么 借米的是你二哥 杀人报仇的也是他 我不过是能力不够 阻止不了院士作祟罢了 六婆离开时 看向我的眼神有些異位伸长 我看向身旁的妈妈 妈 我有点害怕 她伸手拉住我的手 像往常一样 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老头顺利将尸体入炼 院子里停了五口棺材 属于我爸的那口棺材里 放了那只桶 桶里堆满了田螺 唐哥有些麻木的烧找纸钱 小姑跟着老头在家里翻翻找找 终于在奶奶的床下 找到了几个花瓶盘子 老头两眼放光 将东西放好后 利索的在棺材前摆案子 这次从排关到下葬 一点岔子都没出 唐哥和小姑跪在坟包前 总算松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以后不会有事了吧 那老太婆说的儿子 无具事之物 我也重新镇压过了 今晚我守着 放心 虽然老头这样说了 但我知道今晚还有事会发生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 贱米的人是我爸 杀人的也是 那天我看到了 那张脸布满田螺 但我就是知道 他是我爸 后来他偷偷来看妈妈 我都知道 他好笨 每次都藏不好自己的臭鱼味 大伯死的时候 我爸正努力擦自己脚下的淤泥 可却越擦越多 三叔朝奶奶尸体走去时 是我爸喊他摸田螺 所以我早知道 杀人的是我爸 但我不想跟他们说 六婆和老头的话 我都不信 我爸的执念才不是那只桶 也不是什么田螺 他的执念是我妈 就像现在 即便老头已经处理结束了 但我知道 我爸还在 即便我看不到 但那骨子臭鱼味 一直在我妈身边围绕 我不知道今晚爸爸会带谁走 也许他只是趁着最后的机会 看看我妈 六婆在傍晚时来找我了 你爸借了羊兽 今晚过后便会消失了 除非他再借一次兽 六婆说 田螺素生是他教我爸的 我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些钱财也是他偷抢来的 但你大伯他们 不该一点念想不给我留 六婆的儿子被堕碎喂鱼 一五都被压在水塘淤泥 水流冲刷 再无痕迹 连速身借命的机会都没有 臭鱼味慢慢蔓延过来 我知道爸爸也听到六婆的话了 六婆走了 他说大愁的报 接下来便走到哪活到哪吧 豆娃 你记得 人比鬼更可怕 我希望爸爸能再次借命 只是谁会借给他呢 天慢慢黑了 院子里充斥了臭鱼味 可好像只有我能闻到 院门慢慢开了 蹲在墙边的妈妈 豁然站了起来 可门外什么都没有 妈妈突然就哭了 怎么这么傻 可以借我的呀 我借呀 空气里的臭鱼味慢慢淡了 直到消失 我明白 爸爸走了 堂哥没有说什么 倒是小姑像是 被什么吓到一般 晕了过去 老头一直没有现身 我帮着堂哥 将小姑抬到床上 就这样 熬到天亮 小姑去疯了 滚啊 滚 你们身上都是田螺 你们别碰我呀 我猜 她是看到我爸了 老头一直没出现 收拾好的花瓶 什么的也不见了 堂哥气得骂人 好在之后 再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小姑时而清醒 时而疯癫 我妈却神奇般恢复了神志 妈妈要带着我离开这里 临走前找到堂哥 堂哥说 以后她会招务好小姑 二娘 上一辈的仇恨就此了结吧 你们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就由我守着这地方 替我爸赎罪吧 再次收到堂哥消息 是在十年后 她给我妈会了一大笔钱 说是村里修路 她在一焚石 在我爸的棺材里 发现了尸骨和老头 带走的花瓶瓷器 我们这些年 都没有提过陈堂村的事情 有时候 我都怀疑 童年的那些鬼神之事 是不是我曾经做过的噩梦 醒来当做真是 封存在记忆里了 我妈看着堂哥的消息 轻叹了口气 豆娃 那个样子 你怕吗 我愣了会 才反应过来 妈妈说的是 我爸满身田螺的模样 不怕 人比鬼可怕多了 我将六婆走时说的话 重复了出来 我其实都期盼 你爸某天突然回来 所以当六婆告诉我 算到你爸已死 而且是手足因果 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大伯 但我不敢轻易动手 我不怕死 我不能丢下你 这些年我怀疑过 但总心存侥幸 妈妈第一次跟我说这些 提起我爸 她眼圈又红了 六婆跟我说 可以助我报仇 但若是你爸失了神志 可能会连我们一起杀死 我那时候想 你爸才不会 即便成了院师 他也一定能认出我们 妈妈轻轻笑了笑 伸出手拍了拍我 以后啊 我们娘俩要带着你爸那份 好好地活 晨老二十脚 媳妇想吃韭菜炒田螺 我放下怀里的豆娃 就准备出门 见外面雨大 媳妇又心疼我 说不想吃了 是男人 怎么能让媳妇缠着呢 我提起捅食 媳妇又说 今天的米怎么都煮不熟 不能出门 媳妇果然心疼我 那我就更不能让媳妇 吃不着田螺了 趁他哄豆娃时 我卷起裤腿 冲进了雨里 可还没走到水塘 就遇到一个生人 那人背着好大一个包 背淋得像个落汤鸡 他说自己在这山村里迷了路 想求个地方歇歇脚 我急着摸田螺 便将他带到 距离最近的大哥家 可这人竟从背包里 拿出了五百块钱 让大嫂给弄些饭吃 这么多钱 就吃一顿饭 大哥眼睛都亮了 大哥趁那人吃饭 悄悄看了眼背包 老二 那包里都是钱 还有几件像是古董 大哥眼冒绿光 不知道他起了坏点子 但这人带这么多钱和东西 怎么会来这穷苦地方 我劝大哥别打主意 这人或许大有来头 或者是穷凶极恶之徒 我有些后悔 搭理这个陌生人了 有这时间 田螺都能摸一桶了 可大哥喊了三弟过来 我怕他们乱来 便说要去告诉娘 但我没走两步 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后来 我浑浑噩噩在水里漂了好久 追着水桶 想去提 却找不到自己的胳膊 再低头 哦 我连头也没有 我开始害怕 怕媳妇找不到我 怕媳妇吃不上田螺 时间久了 我明白自己死了 被自己的手足残害 便开始怨 可我没法靠近他们 除了跟着桶飘来飘去 后来 一场大暴雨后 有个老太婆找到我 她说可以帮我回家 她教我用田螺素身 又让我去借七厘米 大哥驱赶我离开 但我娘认出了我 她捧了七厘米出来 心甘情愿跟我走进了水塘 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让我放过大哥他们 可他们没有放过我呀 他们用砍刀砍我头的时候 我还能听到骨头破碎的声音啊 我的豆娃才两岁 媳妇还没吃上田螺 我有七天时间可以报仇 可我只想多看媳妇几眼 豆娃好像发现我了 可她没有怕我 只是轻轻皱了皱鼻子 是嫌我臭 老太婆说她儿子 就是那个被大哥三弟杀了的陌生人 让我帮她报仇 不然就杀了豆娃和我媳妇 但我杀了大哥后 便控制不住 想将院子里的人都杀掉 我又躲回了水塘 可三弟竟也跟了过来 大嫂死了之后 我便想安静等了第七天过去 可我总控制不住 想靠近媳妇和豆娃 还有那个灰扑扑的老头 她一踏入水塘 老太婆给我的那些田螺 便粘在她身上了 我知道还可以诫命 但我知道 豆娃和媳妇需要正常的生活 告别时 小妹竟然看到我了 我没想过杀她 但她吓疯了 老头也被田螺控制 扒开坟墓 躺进了我的棺材 这样挺好 我的棺材太空了 有些无聊 我又开始困了 脑子有些混乱 哦 我没有脑子了